很多人早晨喜欢到公园运动 希望让身体达到健康 陆港证公所也特地在体育场 举办太极拳武术联谊活动 不但带给社区的民众聚会活动 还可以互相切磋交流武艺 清晨一大早就有社区的民众在晨练 手慢慢的挥过去脚步慢慢移动 原来是在打太极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一早起来练功 听听教练怎么说 对身体 尤其心脏方面 心血管方面 很好的运动 能够让老年人业平衡度很好的 所谓炼太极拳 真的是让我们得到身体的健康 精气神的充实 透过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筋 骨 肉 彼此都能够得到彻底的活动 甚至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 它可以做一个充分的按摩 老家的套路打了之后 那整个身体就会展现得非常舒畅 而且如果你的运动量够你的方法正确 那个整个身体就是满身大汗 让自己身体更好好的收获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像我们在乡 中华太极拳协会教练师旺琴表示 太极拳的套路多种形式 动作都要从基础开始 不断地锻炼身体就能达到运动的效果 这个功法大部分都是在根里面 有静态有动态 还是要下一点功夫 还是要有一点平常的基本功 赵宝东练出 内进出来 那太极拳他以内为主 外加拳行以外 但大部分都是以腰为主 全民运动不分男女老幼 年龄大小 陆港镇公所呼吁民众 多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进而带动社区好风气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锡红 陈印珍 台湾彰化报道